来看一下 我相信这个客厅呢 大家都应该会做 是吧 那么呢 这里就直接用我们的中轴线 直接过来 那么呢 把我们的电视机呢 做好就是了吗 对吧 把我们的电视机呢 塞在这个里面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都会啊 这个呢就很简单了 对吧 都会啊 这个呢就没什么好讲的了 这个对不对 塞到里面就可以了吗 对吧 我们把它塞到里面 大家来看一下 塞到里面的话呢 这个地方肯定不能靠到这里 因为这里呢 是人有操作的 对吧 那么我们不说多 我们以这样的一个间距 总该行了吧 其实正常的话 间距从这里 它都可以操作 但是呢 我们尽量给它留宽一点 让它有更好的一个地实 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能不能就给它摆一个呢 好 我们呢 把这个轴线打开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给它摆一个 这种沙发 不可以吗 不也可以吗 同学们 是不是 给它摆一个 不说多 给它摆个两人位的 你摆个三人位的话 这也可以啊 没有错呀 三人位 是不是 三人位的话 它也不会有错呀 对吧 好 放在这里 对吧 这个面是做完了 人在后面给它操作 但是为什么我迟迟不肯去画这些东西呢 其实这里面还是很有学问在里面的 或者说有门道在里面的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我们今天做开放的 但是大家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一定就可以 万一碰到了比较严谨的这些人来说的话 那么今天你在这么做 合适吗 换而言之 今天 比如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 对吧 人家来了一句这样的话 对不对 这什么呢 我想要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呢 餐厅 那你今天这个餐厅怎么做呢 他可能就做不了了 对吧 他可能就做不了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 其实还是有办法在于大家 思考一下如何去处理而已 好 我可以来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有个内角 我们尽可能呢 不说给他包拳 最起码也给他做一个柜子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里给他做一个柜子的话 可以让这样的凹角显得更加的什么淡化 这一点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明白 这个凹角放在这 是不是更加的淡化了以后呢 对吧 淡化了以后 那么呢 今天我们就可以标标准准 在这里呢摆一个餐桌 对吧 是不是 标标准准的摆一个餐桌即可 哎呦 我把这个轴线打开了 好尴尬呀 好我们把它退回 回退一下 回退一下 好 那么呢 我们把它做一下 看啊 这个凹角又包含他今天这个空间 他就显得呢 不再那么凸了 不再那么凸了 看到没有 是不是 尽量的拟补一下他 那同样这个道理也是一样啊 是不是 这个小鞋柜给他做一下 这里一定要做好防水啊 要不然这个板子到时候放在这里啊 到时候一旦透湿的话会非常的麻烦啊 好 那么在这个空间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用另外一个图层来画像 其实这个空间相对来说还是OK了 还是算是比较平整的啊 看到没有 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画过来应该是在这儿 对了吗 画过来严格意义上是在这儿哦 看到没有 是不是 那么今天这个地方就出现了这个桌子的一个摆放方式 对吧 还可能用事往说的这样的呗 对吧 但是你不能太多 因为你太多的话可能用不了 是不是 那么呢 这里啊 我先给大家放在这里 一会儿呢 我给大家看效果图 好吧 那么正常话 如果说他要一个很正式化 那么今天这个桌子是放在这里的 好吧 其实今天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种做法 为什么呢 如果说今天我不要这个柜子 大家来思考一下 其实如果说我把这个地方做成个卡座 难道这个地方也不能用吗 我相信今天他这个地方600多的近身做个卡座也没有问题 毕竟他只是一个人 对吧 那么呢 我们在这里放一个小圆桌 不也可以吗 难道他不能吃饭吗 这里不能操作吗 也可以 对吧 所以说这呢 就取决于我们前期对业主的一个分析和定位 这个呢 非常的重要 分析和定位 一定要很精准 好 这个呢 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比较难一点 比较复杂一点的 好不好 如果说在这里 业主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人 或者说一个白领 或者说经常会有朋友在这里呢 来喝喝酒啊 开个party啊 那么今天可能这样一个吧台面 处理起来就要更要有技术含量 为什么呢 请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说大家能够看懂的话呢 我今天这个东西就很快就做出来了 好吧 好 这个呢 就就做完毕了啊 同学们 你们自己看一下啊 好 我再给大家重新画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今天这个吧台 为什么会做出这种的造型呢 大家去思考一下 好吧 大家去思考一下 好吧 这个吧台呢 可能给了点宽啊 这个吧台面可能给了有点宽 现在给500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们只是来示意一下 好吧 我们只是来试一下啊 不做呢 去深入的去追究这个问题啊 好吧 你看啊 这里呢 也才五六百啊 你这里给的就太宽了啊 好吧 我们还是给大家呢 来调整一下这个相应的比例啊 呦 今天怎么这个旋转命令呢 老是出来呢 差不多应该是这样的啊 这个就差不多是对了 好 是这样的吧 那好 我们呢 把它再延续一下 因为其实在这个真正的空间里面 大家会发现这个空间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凸角 那么如果你要把这个空间做的更加为何 它应该是一个反凸 看到没有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为了增加这样的一个动线的流畅性 那么我采用的是双动线 人从这里走过来 或者是从这里走再过来 以它相当于做一个类似的中导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化了呢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基层灶给它放到这里呢 是不是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把我们的灶给它放到这里呢 同学们 你们来看一下 对不对 我们来把它刷一下 简单的试一下啊 我就不给大家细化了 对吧 那么呢 这个吧台我们能不能把它放一个小的300的一个西弹吧台呢 放在这里 对吧 那么在这里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 那么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必要把这个面再做的这么齐长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啊 如果说我们把它做到这个样子的话 其实它正常一个人来说 它是使用不了这么多的 我们把这个角呢 给它补平 那么我们是不是相应的可以把这个冰箱给它呢 也放到这里呢 是不是 我们把这个冰箱我们也给它放在这里面 暗藏在这个里面不也可以吗 同学们 对不对 是不是 来我们呢 把比例控制一下啊 往里面去收一下 差不多是在这啊 有一点歪了 哎呦 我们再来一次啊 好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用柜子给它做出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上它相应的酒柜啊 或者它的装屋中装饰柜啊 把它的这些东西给它做好啊 那么这边甚至说给给它做一个端井挂一幅画 或者呢在这里啊 不一个井 这个呢也都是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中轴对称的 看好 从这个面 呼应到这个面上来 对吧 相应这块呢 给它做上 那好 那老师这个烟道怎么用呢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对于它不经常做饭的人来说的话 这个地方你用给它集成灶也好 或者说从我们的顶上走 那个地方里面 你肯定会掉这个顶过来 那么在我们这个管道上面画个简单的示意图来说话 那么如果说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柜子 对吧 假如这是我们的我们的柜子呢 其实实际上使用量化 它只有在这么多 明白 上面呢 就走我们的管道 很多时候是有 是不是啊 有我们这样一个距离的限制 但是你想想它不经常做饭的人来说的话呢 它又有多少的油烟 多少的影响呢 是不是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这个空间不就出来了吗 同学们 看一下 对不对 底下给它做柜子 上面烟道口给它流出来 那么呢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朋友来了 在这里一起看看球赛啊 是不是 一起可以看看球赛啊 喝喝皮 是不是 嗨皮 都可以 那么今天这个空间 大家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 那么因为时间的原因 不可能给大家再讲太多 那么呢 我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啊 我做好的范本呢 给大家看一下 好吧 临摸的一个范本 请大家看一下 包括我们的设计说明 我们呢 都做得非常的清楚 好吧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呢 就是我画的一个简单的立面 大家看一下 简单的立面 看到没有 所以说啊 一些真真真正的啊 这样的一个方案做起来 它实际上是有步骤的 听到了没有 也是有步骤的 然后呢 一步步往下面走的啊 那么今天呢 作为我们的第一个入门的方案 我只是给大家先简单的代入进来 好吧 那么如果大家想跟我产生一个什么交流 想跟我呢 去多多的去谈一下感受 那么和经验的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加一下我的coco 或者扫下微信 那么呢 想学习更多关于我们方案 还有工艺软装等等这方面的知识 大家扫一下我们这个学习交流直播课堂即可 好 那么今天呢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学习和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